通知證明依照公所通知的時間地點 同時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來領取每人兩千元的經濟津貼 有人還替家庭帶領 所以瞬間多了上萬元 民眾都覺得不無小補 甚至對生活也有很大幫助 這就是正新經濟津貼 都總三包六千元 你點一下 兩千元啦 這樣一個 像我本身一個就對了 這萬四塊要怎麼用 現在來就要賣麵錢 要賣麵錢 要賣麵錢 要賣麵 都賣 賣菜都賣賣就對了 差這麼多喔 對啊 那要怎麼用 買菜啊 女人就是買菜啊 家庭生活啊 就差很多啊 有啦 有啦 多少錢 人家說人民富貴 賬富就好 你有想賺這麼久啊 那你這六千元要怎麼用 六千元啊 就是補個油啊 有錢裡面那個 那那個那那 那的 生活持續 沒有 沒辦法都在貼 代理政黨蔡文毅表示 透過這次今天發放 希望舒緩民眾的經濟困苦 同時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因此呼籲證明 注意相關發放的時間 以維護自身權益 尤其帶領津貼更要攜帶相關證明以及填寫資料 做生理的人都可以這樣 尤其這次發放的過程可以促進消費 讓我們頭上的經濟越來越好 領的人要自己帶身份證跟自己的姻子 你若沒半二十歲 就是比如說你的小孩 差不多十二三歲沒身份證的 要拿鴻鴻鴻 他的監管人他就算他替你而已 其他委託的人你就是要拿你最領人的委託書 寫你的資料 帶你的新聞錢給他 讓委託書的證明寫得好 就可以帶領 我們公所拜五月報 拜六到禮拜 都有加班去做延長帶領的時間 公所呼籲證明 津貼補發最後期限是10月23日下午4點半 地點在證公所 為領者視同放棄也不會再補發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